掛著四輪的柱形輔助器 志工仔細擦拭 接著輕送到環保志工林月秋的家 這台特殊的學步車 是他幫兒子申請的 就是疫情都沒去環保站 又煞過 在哪 搭豆 搭豆他又沒打疫苗 又不敢去醫院 雖然兒子身上有多重疾病 不過這幾年 林月秋都會帶他去環保站付出 沒想到在家躲疫情卻發生意外 媽媽自責 因此趕緊請志工幫忙 看你都會方便抓住 要練角力 要練你的角力 我們希望他能夠 因為這個學步車 能順利地讓他重新站起來 回到我們環保站 繼續地協助我們的環保 農曆年前跌倒的徐阿嬤 在兒子家中休養了好幾個月 最近身體狀況稍有改善 家人陪他回老家安頓 志工也特地送上電動醫療床 減輕照護者的負擔 他睡那個床鋪比較有安全感 不會像一般家庭師的彈簧床 沒有旁邊可以隔住 所以這樣旁邊有一個欄杆 蓋子那個墨的時候會落去 睡著會比較沒有那麼安穩 離家幾次要醫療床 比較安全啦 覺得阿嬤有一點師祖 一點點 他雖然是師祖 可是他很有力量 握著他的手 他的手都握著我好緊 那我的感覺是 阿嬤回到家裡他還很高興 環保輔具結合慈善訪事 讓回收的醫療器材延續悟命 也把志工的愛延伸到更多需要的地方 大愛新聞 這是美志工綜合報導 謝謝你 對